大家好 这个视频和各位详细的讲解一下 PS5是如何直播玩游戏的 如果你想用PS5或者Xbox或者Switch 甚至电脑直播玩游戏 也可以参考这个教程 视频可能有点长 没空的同学建议先点赞收藏 咱们先过一遍设备 这个东西叫PS5 这个东西叫Switch 明天我的XSS也到了 放在这 这三个玩游戏的设备 正常情况下 它是通过一条HDMI的线 连接到电视或者显示器的 我们要把它连接到采集卡上 这个是采集卡 采集卡有很多种 一会我们会单聊 采集卡的后面有HDMI的输入和输出 游戏机的信号进来 它还输出一个信号给显示器 可以给右侧的显示器 或者给电视 这个是麦克风 我们通过麦克风可以一般玩游戏一般讲解 如果你的颜值比较高 喜欢一般开国打游戏 一般录着你的表情的话 还可以用摄像头 挂在这个位置 或者用手机 通过一个软件或者数据线 来同步到这个直播界面里 至于说在哪直播 像抖音 B站 还有很多平台都可以直播 每个平台都有一些自己的规则和限制 但是方法 原理是差不多的 这就是整个的直播过程 所有的这些设备里面有一个 很重要的 没有说 那就是PC 笔记本和台式机都可以 苹果麦克 和Windows都可以 之前有很多同学问我 直播玩游戏的电脑需要什么配置 如果你直播玩PS5 Xbox 或者Switch这种游戏机的话 你的电脑配置不用太高 但是一定要有电脑 其实最近这几个电脑性能已经足够用了 甚至CPU自带的核心想卡都够用 那个核心想卡是带硬件编码的 1080P的H26430帧或者60帧 最近这两年的10代和11代12代CPU 自带的核显更是没问题 这个我也是加以测试过的 当然如果你有独立显卡那就更好了 我们国内这种直播平台的推流大部分都是1080P的60帧 满足这个条件就可以了 下一个说说显示设备 之前有同学问我 我有一个显示器能不能直播 或者我只用电视能不能直播 也是可以的但是有两个麻烦 如果我只有这一台显示器的话 那我就需要 在当前这个窗口玩游戏 但是会有延时 因为这个画面是通过采集卡采集过来的 会有那么几十毫秒的延时 会影响打游戏的效果 而且画面也一般都是1080D的 画面要差一些 并不是不可以用 可以凑合用 另外还有一个方式 我们可以把显示器切换视频源 现在用的是DP接的是电脑 我们可以切换成HDMI 这样就没有延时了 和正式真正的打游戏 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这样你就看不到 观众们的留言 你需要切回去 切回到电脑画面 可以看见在线的观众榜 以及他们的留言 另外这些都不是重要的 重要的是 有时候平台会给你推送消息 比如说你刚才说的哪句话 有问题 他会给你警告 如果你沉浸于玩游戏的话 看不见直播警告 那可能会被封禁的 这都是经验啊 另外还有同学说 用串流的方式是不是可以 不要这个采集卡 可以的 我之前在没有采集卡之前 也是用串流的方式来玩PS5游戏的 但是串流有一个缺点 那就是他对网络的依赖性特别高 虽然他可以采集到1080p60帧的画面 但是不稳定 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显得特别粗糙 另外根据有些同学反馈 在玩这种FPS游戏的时候 一般都需要加速器 这时候画面会非常的差 速度会非常卡 如果你偶尔试试可以用串流 但是如果长期用 建议卖采集卡 那下面说采集卡 我用过的采集卡并不多 从60多块钱到600多块钱 我都用过 其实 我更想要那个1600多块钱的 我同样都是推流1080p60帧的游戏画面 为什么价格差那么多呢 那个60块钱的采集卡 一般只支持1080p的30帧 然后用的是mgolp1g 最刺的画面 虽然是最刺的帧率 最刺的画面效果 但是它可以直播很便宜 像那种1500 1600块钱的采集卡 它也支持1080p60帧 但是视频采集格式 色彩是RGB 采集的效果 和我们直接用显示器或者电视玩游戏 是差不多的 但是代价要多花1000块钱 这个因人而异 具体品牌我就不说了 来让我们重点看一下这个采集卡 这个ezy class的开始用 这个采集卡我用了半年了 一直没做视频 小盒子很漂亮 外观很漂亮 用料和做工也不错 散热口很多 像采集卡属于发热大户 所以说需要很多的散热 说一下它的接口部分 最右侧这是5VRN的电源线 这是输出 这是输入 PS5或者SBOX Switch的信号从这口进 这个OUT是输出口 可以接电视显示器 这个USB-C口是接电脑的 笔记本或者台式机都可以 苹果也可以 这个口是它特别的一个口 它可以一边玩游戏 一边直播然后一边录制 我们可以用一个U盘 普通的U盘就可以 把U盘插在这个白色的口里面 这样在玩游戏的时候 我们可以按一下这键 它会变成红色 这个时候它会录制PS5的画面和声音 它自动会录制成1080P60帧 用的编码是H264一个常规的编码 我试了一下感觉还是挺可靠的 效果还不错 左侧这两个是耳机和麦克风 可以把3.5毫米的接口插在这里 我用的是外置声卡 没有用到采集盒的这两个接口 每个采集卡或者采集盒都有它各自的特点 这款我感觉它的做工用料不错 还有一个它性能比较稳定 还有就是它的画面比较好 虽然它只支持1080P60帧NV12 但是这个画面色彩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另外它还有一些功能像这个一键录制 就是接U盘 这个我没用到估计以后也很难用到 另外它还可以接手机玩手游直播 或者录客件 这些我都用不到 我只用它来直播PS5 另外这个卡还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它有一个独立的供电接口 我之前用过几个采集盒 它是用这个C口给供电的 也就是说需要你电脑开着的时候给它供电 它才可以正常玩PS5 但是经常有时候我们只想自己玩PS5 不想直播 那还得把电脑开开 或者把这些线拔了 那就很麻烦 它这个盒有一个独立的供电 即便不开电脑 也可以正常的玩游戏 下面具体说说直播平台和直播软件 目前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抖音 B站 还有一些其他的 常用的软件是OBS免费开源的软件 非常好 像B站直播还有一些其他网站直播都是可以的 但是抖音不行 抖音只能用自己的直播伴侣 我们国内平台自己做的直播软件 它在易用性方面会好一些 我们以抖音直播伴侣为例 这个主要部分是游戏的画面 游戏画面是怎么来的呢 在左上角可以添加设备 添加素材 选择采集卡就可以了 这个采集卡也是可以设置的 这是设备名叫CashU B1 采集分辨率是1920x1080 帧率是60帧或者30帧 这个以采集卡的性能为主 NV12的色彩 采集卡的性能是要看采集卡的芯片的 下面色彩空间可以用默认的709 色彩范围全部 下面有一个设置叫直播设置 这个和我们用的电脑是有关系的 我们采集来的画面是1920x1080 60帧 那么我们推给观众是什么样的分辨率和帧数呢 在这设置 我们可以用它来测试一下 这也是和我们当前使用的接触商的带宽是有关系的 一般情况下 蓝光就可以了 蓝光它的配置是1080p 码率是800帧率是60 这是没问题的 下面是视频编码 这个有关于电脑的核显或者独立显卡 最好不要用X264软编 这是靠CPU编码 尽量不要选这种方式 这样会让你的电脑发热严重 另外帧率不稳 我用的独立显卡是RTX2060 它是有H264的两种编码 还有H265的两种编码 这都是NV的 另外我的CPU有核显 这显示的是Intel的H264硬编 这几个都是可以的 尽量不要用软编 下面基本也都是默认值 编码档位高 色彩空间709 色彩范围全部 GPU编码优先开 这部分设置是推给观众的设置 画面从PS5先过来 经过采集卡过来了 然后经过电脑的压缩加工推给观众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下面是音频 我选择的是独立的麦克风 因为我有一个独立的声卡 你们可以不用这么选 如果你们用的是常见的那种耳麦 耳机带麦克风的 可以插到采集卡上 这样更方便 可以不用在这设置 如果你的耳机和麦克风 是接在采集卡上的 那就在采集卡上 下面有一个音频设置 使用自定义的音频设置 信号来自于采集卡 这选一下 那这样你的采集卡里面又有 游戏的声音 又有 已说话的声音 它会混合在一起的 具体的音量 是否兼听 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设置 这样就可以了 另外特别说一下 因为抖音平台 它的直播伴侣 只有Windows版 没有苹果麦克版 OBS有苹果版 但是它不支持 所以说如果想在抖音直播 只能用Windows电脑 而不能用苹果电脑 这个特别说一下 最后再补充一下 每个平台的规则也是不一样的 像抖音 它好像你得有1000粉丝 才有资格开通 这种电脑模式的直播 再补充一个 有的同学问我 可不可以用电视直播 也是可以的 你可以把你的笔记本电脑 如果有的话 放在电视旁边 然后放个采集卡 PS5也放在电视旁边 这么来接一下 但是这样就会设计到一个 耳机说话麦克风的问题 这个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吧 再补充一个 下面说说关于 环出的事 像这个采集卡 它是支持4K 环出的 就是说它采集到电脑里面的画面 是1080p 60帧 但是它输出了 这不还有一条线 输出到电视或者显示器上吗 这个叫环出 它的输出是支持4K 60帧的 像一般 PS5的3A大作是没问题的 基本上这个价位的采集卡 它在环出的时候都是4K 60帧 带HDR 其实我之前做过很多 关于PS5直播相关的视频 可能都比较短 比较局部 这个视频有点长 说的比较全面 也算是一次 关于PS5直播玩游戏的 一个教程的更新升级 希望能帮到各位 好了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欢迎关注小白宝箱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